中文字幕——YK 甚至超过了电磁弹射航母 直到今天,外界都没有见到一张客谱的照片 对其外形,几乎所有人都是在联财呆萌,众说纷纭 目前来看,这位网友画的轰20最接近现实目前 最普遍的看法认为轰20类似美国B2和B2交 是一种非议不绝的隐身轰炸机 然而最近曝光的一篇论文 则提供了另外一种全新的思路 这篇论文从提高机动性和飞行控制能力出发 提出了一种增加一稍小异的X47B一身融合体飞翼不取 相比B2的效果就是机身拉长,高度增加 不再追求像B2那样完全消除机身 相应的,降低机翼的相对厚度 注意在于更大的机身容积,高速状态下更小的阻力 更好的航向稳定性 代价就是对外形隐身的妥协 轰20的外形与B2有非常大的区别值得注意的是 这篇论文还提出,这种飞翼布局飞行器最大起飞重量371对 一展80米的飞机构型 最大起飞重量371对 一展80米到底是什么概念 要知道波音747-400型科技最大起飞重量也就在396吨左右 而空客380科技一展只有79.75米 按照这篇论文的说法 空20的最大起飞重量接近 波音747科技 而一展甚至比空客380科技还要大 这尺寸数据有点吓人对于这个体型 可能很多人听起来觉得不大靠谱 但是我们不妨从空20的打击任务来分析一下 空20打击任务包括战略打击美国本土 穿越北极靠近加拿大上空 对美国本土发射高超音速武器 空射弹道导弹进行核打击 座藏话小一点 就更像真实的空20了其二 空20还肩负任成发射高超音速武器 空射弹道导弹 巡航导弹打击美国本土及海外基地的任务 此外还有一个传统目标 那就是发射高超音速武器 空射弹道导弹 空射反舰导弹 打击美国美国航母群 空20能搭载很多高科技导弹以上三种任务 无论哪一种都对空20的航程 可作战半径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按照推算 其航程应该超过一万五千公里 甚至达到两万公里 才能取得最好的作战效果 由于中国目前上没有成熟高效的空中加油体系 这就要求空20拥有巨大的耐油容量 才能达到这一目标 这样算来 371吨的最大起飞重量和80米的驿展 也并不看起来那么夸张 空20的驿展有可能超过A380科技武器的颜值发展 不能只看当前 而是要立足今后几十年的作战需求 一款能够有效威慑美国本土 能够进行中际打击的轰20 才是真正的大国重器 才能令我们的敌人感到真正的害怕 而今天的中国 已经有了建造这种大国重器的实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